本月12号 美国奥兰多同治酒吧发生枪击案 造成49人身亡 连日来全国各地举办了大大小小的悼灵仪式 17号 数十位民众纷纷将象征着同治运动的彩虹颜色涂抹全身 站在事发酒吧外以表哀悼 同样在美国拿着鹿 山羊 猫头鹰等等的动物复制标本 一群爱护动物组织Peter的成员 17号在美国华盛顿的步枪协会前示威抗议 要求解决枪支暴力 停止给予猎人枪械通行证 6月17号 在墨西哥东南部的恰帕斯州 街上可见戴着面具并且精心打扮的土著居民 连同数千名教师进行示威 以反对政府所实施的教育改革 同时也要求政府释放两位被指控涉及非法勾当的教师工会领导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